男人沒錢 女人很難愛 我覺得差不多五萬至八萬就OK了 未來的跟我結婚的對象 妳希望他能有多少的 他的收入才會成功 我希望他就是 能讓我吃飽 然後喝足 然後對我好 但這樣就可以 大概三萬多四萬 三萬多四萬多 我覺得差不多五萬至八萬就OK了 我覺得感覺比較重要 然後我自己賺得夠多就可以了 五萬到八萬差不多是基本開銷的錢 六七萬 為什麼 因為現在東西都很貴 所以買東西很正 你聽聽他們講的 這樣我們不變魯蛇才怪 不是只有這幾位這麼想而已 月老銀行分析 將近六千名的女性會員結果 大部分女生都希望他們 另一半的薪水要有五到七萬 真的是 男人沒錢 女的不愛 那我們只賺兩三萬的 就只能一輩子打光棍了 北部女人開的條件比較高 中南部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賣正忙啊 北部有四成八的女生希望 另一半的薪水有五到七萬 中部則是三成一 南部也有兩成七 都一樣啊 大概五萬多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生意 其實雖然會兩好應該成功 賺不到五萬的男人 就沒機會了嗎 請專家幫幫忙吧 我們會建議各位單身男女 就當您在選擇對象的時候呢 除了麵包以外 也要考量到兩情是否有相願 王國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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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